嗨 大家好 最近天气也非常的炎热 我想说有时候做菜的时候 我想说做一些比较爽口的东西来吃 我就买了一些那个嫩姜 我想把它做个腌嫩姜 这样吃起来应该就配饭吃也很好吃 那这个就是我买的嫩姜 那其实现在嫩姜也不便宜 那我记得这三条大衣大五十块左右 那把它洗一洗就可以来把它切片 好 我用溢渗透水把它洗一下 好 我用溢渗透水把它洗一下 好 天气热吃一些那种酸酸甜的甜甜的东西 比较容易怎么讲 吃得下饭 这些是太多酸酸味 小酸啊 大为西瓜 大利益 大利益 那我想说把它切片就好 比较快入味 就不用等太多天 就不用等太多天 切好了 然后我拿一个刷要带 我把这个切好的姜片 放在这个袋子里 放点盐 让它这个姜片稍微软化一点 接着我就把它放一些糖好了 酸酸甜甜的就比较好吃 这个至于糖要多要少 其实大家都可以自由斟酌 再加个醋 我是觉得用这个袋子弄比较均匀 这样手也不会沾到 再来我就在拿出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个梅粉 我想加一些梅粉味道会很特别 应该也很好吃 我再加一些下去 我把它也是一样 就是把它耍一耍弄均匀 这样弄起来一点也不油腻 然后把它弄好放在冰箱 凉凉的想吃就可以拿出来 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弄一些出来 大概就这样 我们就把它倒出来 倒在这个 这样就可以弄个保鲜膜把它盖起来 然后放在冰箱冷藏 大概明天就可以开始夹出来吃了 是不是动作很快 这样就是买个嫩姜来简单做一下 就一道可口的料理了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做的腌嫩姜 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